今天我刷到视频啊听说这个时间段呢是寄居蟹大量上市的时候 最重点是听他们说啊现在呢才能尝到寄居蟹真正的味道 所以我一次蟹花了580块钱买来了10斤就这么一堆啊580块 吃完呢其实我们之前也吃过就煮完以后啊 它里面基本上就没什么肉 十只无二七只又可惜 那这回如果它再不好吃那跟我没关系啊 那只能说他们那些人骗人啊 这里说的是2500克7到8厘米 然后一斤的话呢是有3到5只总共是花了580块啊 然后反正都在这我看了一下个头啊 其实跟我去年买的确实是要大非常非常多 你看看这尤其这只的壳有点烂了 这个地方呢就是它尾部那个带黄的地方 看起来确实有点鼓鼓的哈非常饱满 第一步那就根据它这个壳的纹路 把它这样慢慢的给拿出来 我这样看的话好像确实比我之前买的要肥很多 真浮了你看看这扎的多紧啊 这拽都拽不出来 所以这玩意儿真的就跟狗皮膏药一样你知道吧 所以这玩意儿还是得买鲜的 让它自己爬出来 接着挨个给它稍微清洗一下 这里面太脏了 来吧 直接开整了 我们先烧开一口水 水干以后来点葱姜 再下入鸡菊蟹 给它稍微烫一下 水再烧开 烫变色以后捞出 然后重新起锅倒油 油热下入大葱生姜 大蒜 大火爆香 爆香后下入豆瓣酱 炒出红油 炒出红油后下鸡菊蟹 好 翻炒均匀 飞高今天不在啊 所以只能手动翻了 我不会翻这个锅 不过这碗也香啊 翻炒均匀以后下入一罐啤酒 加入提前泡好的花椒干辣椒 生抽 老抽 盐 白朗 再加水 烧开以后呢 然后再开大火啊 给它煮五分钟 好 时间到 出锅 这回那真的是肥啊 最后再浇点汁上去 来点葱花香菜 OK 香辣地巨蟹 大龙搞成 来 今天就咱们三个 鱼子回去了 飞哥在睡觉 不是不叫他们啊 没吃到是他们的损失 但是最重点的是要你在 你知道吗 为什么要我在 就寄居蟹这个东西 我去年也拍过 当然我去年拍的时候都是 好像是二月份 还是一月份 就是那个时候过季了 知道吧 这个我买的是当季的 个个都非常肥美 而且价格也比较贵 想了半天想了一个 这样的理由 哈哈哈哈 我这一堆花了我580块 这理由可以不 哇擦 我是不是要走啊 我早上他们俩来尝 省得老说哎呀 这伞子没有 嘗嘗你先嘗 吃哪里啊 他底下那个小啾啾就是 就吃小啾啾 不是 他里面也有肉啊 你看他那个屁股底下 那个黄 你咬开嘛 他里面会流出来的 哎呦 太小了 你知道吗 有大的 你找个大的 来挑个大的 原来伞子你也没吃过寄居蟹 吃吧后面 谁吃过这东西啊 哦 啊 这跑出来是不好吃啊 你是被那口汤椰住了还是干嘛的 你说话呀 这个就得这么吃 就是你给他咬了嘴里之后 它会全部爆开 你知道吧 你看就这么长 它没有空吧 里面有东西啊 好多肉 哇 好多黄 确实 这个当季的确实是里面很多黄 很饱满 嗯 我刚刚这一咬真的爆汁了 啊 去年你们是花了多少钱 去年 1200 哇 这个花了500 对啊 一分炸起一分货 我这是买的超大号的 去年买的还没有这么大 你知道吧 主要飞哥睡着了 要不然的话高地让飞哥来尝尝 总是剩下一些给他 可以剩下一些给他尝尝 它这个是这么吃的吗 是这么吃的呀 你不应该就是把下面咬一口 上面把那个蟹钱吃完 不就只有这样吗 娘娘怎么吃 它不就只有蟹钱和那个下面吗 对啊 那是不是只是那个包裹 怎么可能 它这么大个钱 你会有肉啊 不会是霍哥 他不在乎这点肉 挑大的吃嘛 小啾啾那是真大 大啾啾是吧 这不会是他的 那个真的是他的小啾啾啊 你不知道 这会是叫蛋吗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啊 我特别佩服伞 不管干什么 他都能聊到那方面 什么玩意啊 他就喜欢那方面 怎么说呢 就是我以为它这里面是 那种蟹肉啊那种 没想到它这里面是像那种 像蛋黄的那种感觉 对啊 如果是那种不新鲜的 它这里反变 就这里下全是空的 你知道吧 哦 因为它生的时候 它就跟液体一样 熟了以后它就会变成这种 那确实有点像蟹黄 是有点像 对 你要觉得它是蛋黄的话 那应该是比较新鲜的 我觉得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吃 我好像什么东西都是第一次吃 有点土了 哈哈哈 你上海不吃这个吗 我不是上海不吃这个 是我小时候吃海鲜 其实吃的也少 你小时候吃不起我感觉 你小时候吃什么海鲜 就虾呀 什么波士顿啊 小青龙啊 嗯 他吃的多 哈哈 波士顿味嘛 哈哈哈 小青 小青龙味是吧 蜂味是吧 就小时候我本身是吃的少 然后第二是嫌弃它的那个壳 然后所以说如果要吃的话 小时候也比较调皮 家人会包了给我吃 长大了就不会那么厉害 长大了他连壳都吃不到 哈哈哈 长大了都自己剥 你知道吗 他这个地方可以吃吗 我不知道 我也是 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也是第一次吃 哈哈哈 他只要吃的没有怪味 他就应该可以吃 我死不了啊 就往私里吃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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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其实好吃的 我觉得就是它底下那个啾啾 是吧 对 其他的就是就是蟹味 这前子里的肉质呢 也不少啊 白白的 总的来说今天这顿 我觉得还算是可以的 比我去年吃的 是要好很多很多很多的 去年我跟飞哥两个人呢 真的是 缩了一口 就缩了一口汤 哈哈哈 好吧 那本期呢就到这里结束 如果喜欢这个视频 不要忘记帮视频支持一波 我们是朋友兄弟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筷子没咋用算 怎么感觉你这顿像是给飞哥准备的 你我上次的遗憾 嗯 有一点 没有 炸了点小火 如果我给飞哥吃我就买一份就行了 我买了两份的 啊 是不是 还是我星哥对我好 那多吃一点了 你擦怎么手啊 你看我都没 先擦一下 先擦一下 可以干净的吃擦 哈哈哈 最难吃 哈哈哈 没有